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蔡骏,判断隔夜茶的标准,应该是茶水泡好之后间隔了多少时间而定,以12小时,24小时两个时间被节点,超过24小时的隔夜茶,发煤,滋生细菌和煤菌的几率较高,绝对不建议喝12小时至24小时的,要考虑天气和温度,夏天的12小时, 也一变质,冬天12小时左右的好一些,这意味着,如果你早上7点淘上一杯热茶,中间不换茶叶,喝到晚上7点的时候,虽然没有隔夜,但是也属于隔夜茶了 大家对隔夜茶的担忧,人们怀疑隔夜茶里的亚硝酸盐会致癌,但是含亚硝酸盐的食物可不止隔夜茶啊,难道就不能吃,不能喝? 当然,有一个指标必须考虑,那就是含量,按照国家规定,生活饮用水的亚硝酸盐标准,是一杯喝美好生,只要亚硝酸盐不超过这个量,就是安全的,一般隔夜茶的亚硝酸盐含量都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不超标就不会致癌, 所以,一般情况下,12小时以内,只要茶水不变质,少量,偶尔喝一点隔夜茶问题不大,不喝也别到,隔夜茶有妙用隔夜茶不会致癌,但是从营养,卫生的角度来讲,还是提倡,谢泡谢喝,那么剩下的茶水就要浪费掉吗? 当然不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食尊涛介绍,它们还有大用处,一指吸,只养隔夜茶中,含有丰富的酸素和浮素,可阻止毛细血管出血,对于口腔炎,湿疹,牙瘾出血等,可以用隔夜茶出口预防和治疗,用温热的隔夜茶洗头或擦身,茶中的浮能迅速止养,还能防止湿疹,二驱头腺,固齿,除口臭骨板 认为,用隔夜茶洗头,可以去出头洗和生发,每天用隔夜茶洗眉毛,坚持一段时间,可令眉毛浓黑发亮,茶水中的肤会增强对酸性物质的抵抗力,减少出芽的发生,浮含能消灭芽菌板,茶中含有精油嫩成分,清晨刷牙前后或是饭后,用隔夜茶漱口,可视口气清新,三明目,防晒茶叶中茶多分, 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如果眼睛疲劳,可用隔夜茶清洗,记得大展门里的漆眼,就是用茶洗眼睛的,茶叶中含有油酸,对皮肤有修炼的作用,如果皮肤被晒伤,可用毛巾沾隔夜茶擦拭皮肤,要缓解皮肤晒伤的作用,四去腥,去油里,吃完海鲜,可以用隔夜茶洗手,刷锅,去腥,用隔夜茶擦洗油锅,裂盆等, 可以去油腻,还能去油污,五沙菌制脚气茶叶里含有三明酸,具有强烈的沙菌作用,尤其对导致脚气的丝状菌特别有效,用隔夜茶泡脚,可以有效治疗脚气,六去冻横茶叶水有沙菌功能,晚上睡觉前,把脸洗干净后,用隔夜的茶叶水涂在脸上, 轻轻按摩后再用清水洗掉,吸浇花,去文隔夜茶中,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蛋园子,浇花能增天养料,并保持土质中的水分,让花长得更好,冲泡过的茶叶晒干,在夏季的黄昏,用火点燃可以吃蚊虫,不仅对人体遗害,而且清香好闻,晒干的茶叶还可以做顺枕头, 可以请老吃完,综合自北京晚报,家庭医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微信关注长按关注中国食品安全网中国食品安全报,社主办中国食品安全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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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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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观看 corporate背景 短我移症 硬装